郑仲男44岁上海人 荷兰莱瓦顿北方学院国际商务专业 在座的12位老板 人力资源专家 涂雷老师 以及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大家晚上好 我叫郑仲 郑仲骑士的郑仲 在朋友和同事的眼中 我是一个最不像70后的70后 无论从外表 还是兴趣爱好 甚至工作热情 都像60后 我曾经在世界500强的企业工作过 也和朋友一起创过业 08年去了加拿大 2014年回国 也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 国内如火如荼的 互联网创业的大潮当中 我希望寻求一份销售管理 或者是运营管理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 你好 你在国内读了两次大学是吗 对 为什么读两次 是这样的 第一次我选择的就是计算机专业 进了大学一年以后 觉得确实自己不太喜欢 我不太喜欢跟机器打交道 所以我后来就想出国 出国了 没有 没出城 对没出城 那时候因为资金啊这些问题 后来没签 家庭条件的原因 对 后来又读大学了 后来读了当时正好有一个学校 就是上海的一个名班大学 读完了吗 读完了读完了 读完了以后就去荷兰了 也没有 后来就是在公司里面做 先工作 先工作 是哪几份工作呢 第一份就是在那个美国有帮保险 做保险 做保险 94年很早 后来又创业了是吧 对 怎么样 其实我们在我们能力范围当中 我们觉得还是做得不错 什么原因失败的吧 你就说 主要还是厂家不愿意配合 那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去了荷兰呢 你好像一直有个留学梦 对 其实除了这个留学梦 关键还是个学历 比如说 比如本科跟大专差距太大了 在那时候 在哪一件事情上 比如在联想的话 据我知道的 我们公司里面所有的人 对 他们基本上都是清华 北大 中科大 浙大的 没有大专 所以你离开是因为学历吗 我当初离开这个联想 我就是想 因为当初我已经快30岁了 我如果再不去弄一个本科 或者硕士的话 可能后面再去拿这个 就机会不是很大 当初是这么想的 你像我们曾经有很多的同学 可能一开始获的是大专 但他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 学一个工商管理硕士 对 参加各种各样的进修 对 他可以边完成业绩 边完成自己的本科硕士进修 那你完全你可以有这样的路径 或者做得更棒 对 我当初考过那个复旦大学的那个MBA 我就是数学不及格 其他都合格 我刚才 没考上 对 没考上 那为什么考国外就考上了呢 不是 因为那个他不需要那个考试 我有一个成绩 修了一个本科学 本科对 就一年嘛 所以就生活费比较低的 去了一年 对 后来因为家里出事 家里出什么事 我母亲去世了 所以你回国了 所以我必须回国 对 母亲去世回国以后 对 都干了些什么 后来呢 就国内 我觉得可能 就像您刚才说的 可能我自身也是有国外的这个梦吧 有国外情绪 生活的梦 不一定是读书 所以又出去了 对 我去移民了 去哪里了 加拿大 移民加拿大 对 那为什么要回来 其实当初的时候 我是一三年 对 一三年了在网上会 有一个网站叫那个原创派 都是那些创业的人 然后我加入了以后呢 经常会跟大家有一些交流 有一些项目 还想创业 没有支点 对 其实我没有说主动去想这件事 但是大家谈得不错 然后就觉得 国内形势不错 对 然后我就毅然决然 做了吗 做了吗 对 回来参加了 加入了几家公司 怎么样 后来也都离开了 要么公司倒闭了 就是你一五年 你其实已经四十多岁了 你选了一个公司 结果两个月就倒闭了 你当时的判断力 选择力 是哪家 是那个优以管家 优以管家对吧 对 优以管家是这样的 其实是这个创始人 自己离开了 他觉得扛不住了 你没看出他扛不住了 我没有觉得 因为我觉得我是他 我扛得住啊 因为他还是有钱的 你觉得他当时 在这个洗衣的竞争中 是有机会成功的 有机会 那你的判断力 太有问题了 这家我在查了查 前十名都没排上 不是 因为他是公创 那个前十名里面 其他八家也死了 到最后 我知道 他你连前十名都没找 没排上的一家 你去选了他 你最后还觉得 不是你的选择力的问题 还不是你的判断力的问题 我还是觉得 然后你又选了一家 这个创业的 然后五个月 融资失败 又失败了 这是我自己吧 回答问题是这样 第一 成功都有偶然 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每个人的判断力 也各有优劣 但他现在质疑的是说 你根本没有判断力 你的意思是 对 我觉得这一点 你应该反 我等会 我这样子 但两个月就死 这也太快了 如果要说判断力 我们应该是看 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行业 对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 你的逻辑是什么 他为什么选择了一个 必死的公司 实名开外的公司 然后还坚持自己要做 那谁不是从后面往前赶 谁上的就是第一 那你还印证了 他们的判断是对的 我觉得是选择一个 两个月就倒闭的公司 你们觉得是对的 你们为什么不让选手说一说 他错在哪里呢 那你为什么非要逼人家说 人家错了呢 他可以说没错 是这样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首先他选择这个行业是对的 这个判断没错对不对 那这个行业可能有 一百家公司 前十的公司会选他吗 他有什么优势 让十公司选哪 他只是打工啊 第一个他只是打工啊 我想换一个角度 其实boss们的聚焦说 你在短暂2014年的12月到2016年 仅仅这个不到一年多的时间里 持续的创业失败 你能不能就是告诉我们三条 说创业成功的要素 要有团队产品资金 在家运气 我刚说了 那你前三个都准备充分了吗 在你前两个失败的里边 你觉得你的判断是充分的 来来来来 库尔特 各位老板 各位老板 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觉得今天郑仲他到这来了 他还是有勇气的 我想反问各位老板一下 如果今天你是郑仲 你会怎么选择呢 我觉得大家打得有点太狠了 我们不是打 我们是挖 好不好 你这种态度的话 其实你挖不出硬盒的东西来 我觉得甲组你挖出来 他说判断成功的四要素 你觉得他现在这种情况下 他能回答得出来吗 非常好 他回答的四要素都回答了 除了运气之外 另外三要素 你满意吗 浩阳你满意吗 我满意啊 所以我正在问下一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那个其他的三要素 你满意 你这样你怎么满意 怎么判断呢 这三要素你觉得都合拍了 所以你才去做了前两家工作的 是吗 呃不是 你看就是你在帮他拆呀 哥哥 不是你觉得三要素 当时都不满意 浩阳你质问质答行吗 我问他吗 不是 你问他的跟他的理解 是不一样的呀 哥哥 李浩阳 其实你现在的一些 作为面试官的方式方法和 音调和风格很有问题 你看你基本上的方式是这样的 当你发现一个逻辑不通的地方的时候 你马上先否认他 你怎么这么没脑子 你怎么这么没判断力啊 你为什么会这样啊 你这么傻这么笨啊 他可以辩论啊 他无法辩论 对于有一些跟你一样强势的人 他就会跟你辩论 而且辩论是没有效率的 捡不进去的 那么对于他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人 就不会跟你辩论 不会辩论别人 就是整个场子充满了你的声音 然后最后他的气势越来越落 越来越落 无非最后就证明了 他就是没有判断力 到最后都证明了 你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 他四十四了 他没有你成功嘛 到最后就这个结局嘛 那你让他说什么呢 我不认同 如果他能说出一两条理由 但其实你的那种说话方式 就像我现在压制你一样 你就没法说话 说得好 我是因为被老板频繁打断 才提高声交量 是 但是不管 但是你对老板那样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 但对选手请不要这样 BOSS在场上吵 一定会影响到选手 是完全是乱的 我觉得就是用混沌两个字 可以来代替他的感受 还是挺紧张的 对 然后可能也是因为 自己准备的 还不是很充分吧 然后这个 引起了各位老板的质疑 哎呀 这是类似 那为什么今天 要到这来应聘呢 呃 第一呢 就是说 如果 呃 首先我说一下 为什么我想择业 对吧 不是自己创业 对我来说 其实是追求这种 成就感 现在能够支撑 我在国内待着的 这唯一的一个目标 就是要成功 至少在事业上成功 什么叫成功 你的成功是什么 我的成功就是说 能够在呃 参与到一个 一个企业能够做到 非常大吧 大的一个规模 做到非常大的 他的独角兽的规模 在量独角兽的规模 独角兽规模 十亿美金这样的一个 我能够参与在其中 作为一个甚至合伙人 或者高管的这么一个 你有情景资料是吧 对 来 把情景资料拿出来看一下 呃 在工作当中呢 就是我是一个 比较标准的 这个天秤做的 呃 强调公平 注重细节 追求完美 呃 兴趣爱好也比较广泛 生活当中 喜欢这个旅行和美食 40岁的年纪 30岁的延迟 20岁的心态 还有一个60岁的发型 好吧 来下一页 对 两种领域 两个角色 我在传统行业也 对 打过工 也创过业 在互联网这个行业里面 也也参与过创业 嗯 还有就是我的销售能力 管理能力 然后内容运营这块的能力 还有下一页吗 嗯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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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页 对 好 一共三页 来 你要求的薪资多少 两万 两万 有地域限制吗 一二线城市都可以 一二线城市都可以 对 好 来第一轮选择 学货率 还有市场灯 接下来我们进去天生 我又 来把职场测评题拿出来 部门历会上员工因为彼此工作理念不同 发生争吵 你会怎么做 我会选择A加D吧 只能选择一个 选择一个 你看人都是贪心的 上来都想多选 只能选一个 请其他员工来分析 直接按第一感受 我觉得A吧 A 为什么 我觉得首先 放在心里肯定是不好的 对吧 还不如说出来 然后呢 这个表达不同的观点 会有撞击 可能他们也会有不同的收获 而且其他的员工 也会有不同的收获 然后呢 做好这个调解工作 我觉得大家是对事不对人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可以理解 为什么不选C呢 C我觉得做出解释可以 但干嘛要道歉呢 而且我觉得这有点矫情 他们也估计也心不服吧 来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我认为应该选C 因为这个有特定的是在例会上 如果是在平时 我觉得选A是无可厚非的 但在例会上 你们两个的吵架 影响了我们整个例会的进程 而且呢 表现出你这个员工 连起码的情绪控制能力都没有 所以道歉是必须的 刚才你是说 也就是在你的范畴当中是 完全不需要道歉 在例会上 你说道歉有点矫情 但他又说是需要道歉 对 对不起 因为刚才可能是 我那个题目 这个如果咬门嚼字的话 发起争吵 本身就不应该发生 已经发生了吗 如果发生争吵是吧 应该道歉 对 是应该先道歉 A里就包含了这个 A有调解工作 对 但是他没说清楚 是事后调解 你选的我觉得挺好 倒不是说我 我摇摆 我确实觉得就是这个题目 这个争吵 因为这确实有一个 你要非得咬门嚼字来说 他又没有说争吵 造成了什么后果 争吵怎么了 是啊 我们这每分钟都在发生争吵 来我们来问一下三位专家 这个题目考的是什么 这个主要的话 我们再看你的一个 国力的风格 那整体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没有对于错 其实浩洋就是 如果咱俩这种性格 我觉得选西的概率是比较大 但是你看我们的后人人 他是温文而雅的 而且他选择 我觉得非常这个 是适合于他这种性格 对不能说错 对对 我觉得是非常对 但他摇摆了就错了 哎呦 我就觉得吧 你就太矫情 你不要总是打压别人吗 对不对 我觉得非常好 对不对 所以的话 就是说这么多老板 这么样的争吵 这样的打压 你还能保持如此的淡定 我觉得我非常的顶你 你一定要顶住 我跟你赛 做销售抓不住关键点 你还点赞 你得打个分 做销售组织 你得打多少分 我觉得75分 我怎么打出来的 你打75分 你作为人力专家 你好意思吗 第一是他的保险工作 和他第二个 在房产经纪研这一块 我觉得他的销售 是没有问题的 这简直是胡说 他没有想他的销售啊 我们的保险的一个经理 就带过一百多人 他只是一万多的月薪 他要两万的月薪啊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的保险 跟友邦当时的培训体系 其实他们的选 其实我已经觉得 你已经有点 生死力竭力不从心了 我们来听一下 你旁边的那位同伴的 这个问题 其实考核的 就是你的一个 冲突管理能力 和向下管理的能力 其实你无论选择 哪个答案 都没问题 所以这些老板们 你不用在乎 尤其是浩阳正的老板 不用在乎 他的想感受 因为你做你自己就好了 他站在那个地方 是想尽最大可能 来证明自己比你强 所以你不要care他就可以了 不要做土壘的复读机 瞧瞧你库尔特 说几句 说那么一大堆 不如人家说几句 请你专业打个分 请你专家嘛 就他的专业打个分 我们就不打分 我们就不打分 就不打分 那你有本事评下他的专业 你给一个建议 他的两万 你觉得值还是不值 当然值了 你觉得他两万值 你觉得值吗 你觉得他两万值吗 我觉得他表现出的销售水平 大概就是八千左右的水平 现在为止 我觉得这个测评提议挺好 因为也是一个在职场上 比较现实的一个 可能发生的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不同的老板 可能有不同的风格 我当时审题的时候会有些披露 可能因为也是紧张吧 这个话题已经完了 你好像还要唱歌对吧 对 其实我还有一个专业的东西 最好能够展示一下这个 展示什么 咖啡之意和这个面包旅行 我做了两个案例分析 面包旅行就算了 就咖啡之意吧 好吧 那你就别上歌了 上歌就免了 行行行 我只给你三分钟时间把它说完 好 咖啡之意 这次我来北京以后呢 去了这个世贸店 然后我的一个感受直观 第一呢 优点我觉得服务态度挺好 当然这个沙发还是蛮舒服的 我觉得因为跟这个可能企业的这个定位有关系 对吧 做商务休闲的 然后我早上说说疑问吧 首先第一个我先看了一下网站 看上去好像像2B的 因为基本上都是这个加盟加盟的店 还有个餐饮 中西餐 或者是社交 这方面好像没有特别突出的这个感觉 就定位 然后这个地中海风情 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这个仅仅是装潢 包括后面呢 还有一个细节的处理 包括微信支付 参盘设计 我就先不说了吧 这是我的建议 就是说我们可以打造成说 不出国门 领略世界精彩 就是说我可以做成不同单店 打造不同意欲的风情 对吧 那么这个呢就是那边是那个地中海风情 我可以说不同的店 有的地方是加勒比海风情啊 北芬风情啊 都是可以 OK我都看完了 我都收到了 你可以讲面包旅行了 来面包旅行不说了 时间到了 把这个摄像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普通的 五六千块钱的人来讲 我会耐心听完 因为你是一个总监 我会对你要求更高 你刚刚在运营上所有的表达 这些老板都做运营出身 看不出你的优势 其实你应该从销售切入 大家对你看好的都是销售 而且你这么多年的履历 都是在销售上 对 为什么不把自己优势表达出来呢 做调整吗 销售我本身也是一个 其中一个选择 我说你做调整 对就销售 销售 那薪酬呢 薪酬两万有调整吗 这时候请问专业的专家们 你们给他什么建议 是两万坚持继续吗 郑仲同学呀 我刚才冒死啊 力挺你一把 想你从销售角度讲 但是你刚才把东西拿上来 一下整到运营上面去了 把我也整蒙了都 说实话 从你上台到现在的表现 我觉得销售还是可以的 还是值两万个钱 但是未必有人能够赏识你 因为这个台上面 所有的人 今天第一次球技 没有通过你的表现 看到你值两万个钱 这是我的类型话 如果你今天拿不到两万 我建议你谢谢 再见 好 来 第二轮选择去活流 还有三盏灯 谢谢 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十位 来从梅向荣开始 给你听我的职位 是银客地产 加拿大事业板块的经理 我想给你一个商务拓展的工作 因为年龄阅历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是我们公益事业部的 商务拓展主管 其实郑仲同学上来 我还是抱了很大期望的 我觉得从形象气质 谈吐上都一看就是一个 高管人才的样子 而且也有这么好的背景 我愿意给你一个 这个Covergy全国加盟中心的 特许授权部门的 加盟授权经理的职位 灭掉其中一盏灯 留下两盏灯 去吧 谢谢梅总 有请陈昊影风谈前 不上感情 写下你们的新手 请揭晓 一万加 一万加 来 先问一下郑仲 你对这个薪酬满意吗 我直白点讲吧 我们给的是一个年龄价格 是因为你有一个72年的年龄 丰富的经验 丰富的经历 与历 是个年龄价格 不是一个专业价格 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试用期的吗 对 对 不打折了吧 行就不打折了 本来是正式的 我很少听到一个销售高管 来跟我谈底性的 我觉得 好吧 要不要加 行吧 不加吧 好 来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心思高过于一万的老板 来 梅向荣 一万一 好 把另外九盏灯灭了 来 老梅 说一下你加薪的理由 像我还是希望给郑仲王一个机会 实际上到我这儿来呢 正好是你非常熟悉的行业 就是加拿大地产行业 海外资产配置 来你可以思考五秒钟决定是否让梅向荣代替这两位当中其中的一位五秒 思考五秒钟决定是否让梅向荣代替这两位当中其中的一位五秒 来 你的选择是 不替代 好 最后再思考十秒 在最后的两架当中 做出最后的抉择 优生教育 咖啡追忆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咖啡追忆 对吧 咖啡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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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追忆